男人要把母亲送进深山 准备让母亲在山里自生自灭 但很奇怪 母亲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 只是很平静地让儿子背着他上山 走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顶 母亲还是没有说话 他只是摸了摸儿子的手 这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终于男人还是没忍住 抱着母亲视声哭了起来 这是拿下第36届嘎那电影节金宗女奖的日本电影 也是金村昌平导演评分最高的一部残酷人性物语 在日本幕府时期的本州岛腹地 有一条长满了有数的山脉 这里叫友山 故事发生在友山深处的一个山村 村里的阿灵婆已经69岁了 而明年就是她上山的日子 村子里有一个习俗 每当老人到了70岁就会有儿子背上山 让老人在山里自生自灭 这个习俗在村里延续了几百年 也成为了这里的传统 70岁的老人很难在劳作 而弃老的目的就是节省粮食 阿灵婆很平静也细以为常 因为这里世世代代都是这么做的 但她隐隐约约感觉到 儿子陈平似乎对送她上山这件事很抗拒 所以在山里挖野菜时 她有意无意地提醒着陈平 30年前轮到你父亲背你奶奶上山时 你父亲因为心软不肯背你奶奶上山 最后你父亲离家出走消失了 也坏了村里长久以来的规矩 我们家因为这件事 30年来一直被别人说三道四 等轮到你背我上山时 你一定不能心软 否则你以后在村里就没脸见人了 陈平答应了 承诺说她明年绝对不会逃避 只是阿灵婆不知道 陈平最近有些反常 陈平有时候会一个人在山里待很久 有时会像发了风一样去打田里的乌鸦 虽然已经69岁 阿灵婆的牙口却出奇的好 同龄的老人都已经牙齿脱落 而她的牙齿却还像石头一样坚硬 因为这件事 陈平的儿子夹杀机会唱着自己编的歌曲来嘲笑奶奶 歌词里说她有33颗牙齿 背后的意思其实是在骂她老不死 阿灵婆有尝试用石头砸掉门牙 但每次都会因为太疼不得不放弃 虽然阿灵婆并不在意明年就要上山 但离开前她心里有件事总是放不下 陈平的妻子在一年前财野果实摔死了 陈平因此成了官府 如果儿子能再找一个妻子 那么她就可以安心地走了 这天一个叫阎屋的男人来到村里 她是来给陈平做美的 对面山上村里有一个寡妇 和陈平刚好可以凑成一对 她来到田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平 陈平已经45岁 她这个年纪也没什么资格挑媳妇 所以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不久后 一个女人来到了阿灵婆的家门口 女人就是没人介绍的寡妇阿玉 阿玉身材粗壮 一看就知道是做农活的好手 阿灵婆很满意这个新儿媳 她用白米饭招待阿玉 也拿出了珍藏的尊鱼干给她吃 还说以后会把桌鱼的秘密地点告诉阿玉 趁阿玉吃饭时 阿灵婆来到杂货屋的石墨前 她这一次下定了决心 狠心磕掉了自己的两颗门牙 回到屋子后 她故意大幅度地张开嘴让阿玉看 嘴里说着她牙齿不行了 而且明年要上山了 她其实是在暗示阿玉 暗示自己不会再浪费粮食 暗示阿玉不久后 就可以成为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这天孙子夹杀吉把同村与乌家的阿松带回了家 并且留阿松在家吃饭 夹杀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长久的相处中 阿松怀上了她的孩子 考虑到阿松肚子里有夹杀吉的骨肉 阿灵婆只能分出一人份的口粮给阿松 但阿松和阿玉不同 却和夹杀吉在远处打闹 而且吃饭时总是吃得最多 在晚上 阿松会偷走阿玉婆家的玉米和土豆 然后趁着夜色带回自己家 当阿松回到阿玉婆家时 陈平发现了她 陈平把阿松挂在悬崖边的树上 但看在腹中孩子的份上 陈平还是放过了她 但其实 宇乌家除了阿松之外 其他人也都是小偷 村子里每一家都曾被宇乌家的人偷过 在那个年代 偷别人家的粮食 无异于断别人的活路 偷粮食的事情败露后 村民们冲进宇乌家 在宇乌家的地板下 找出了很多偷来的食物 村民把宇乌家的人打了一顿 然后瓜分了粮食 即使娘家被抄家了 阿松也似乎毫不在意 依旧在阿玉婆家安心地吃着饭 第二天村民集合在一起 他们商量着 要把爱偷东西的宇乌家解决掉 那天晚上 阿玉婆叫来了阿松 你娘家没有粮食 你拿着这些土豆带回去给家人吃 他给了阿松一盆土豆 还让阿松晚上直接在娘家过夜 就在宇乌一家开心地吃土豆时 村民们冲了进来 村民把宇乌家全部装进了麻袋 把他们扔进了提前挖好的大坑中 即使家杀鸡悲痛欲绝地哭喊 村民们挥舞锄头的手也没有停下半分 回家后 家杀急至问奶奶为什么要害死阿松 但阿玲婆只是沉默着不说话 阿玲婆一向慈祥和蔼 此刻却表现出了冷冽的一面 阿松是一个偷食物的惯犯 将来肯定会因为偷东西而连累成凭他们 所以在自己上山前 他要解决掉阿松这个祸害 时间缓缓过去 很快就到了阿玲婆上山的日子 在上山的前一天 他带着阿玉去了捉鱼的秘密地点 他教会了阿玉抓尊鱼 也让阿玉不要把这个地方告诉其他人 和他不同 儿子陈平这段时间却出奇了反常 他常常找借口出去打猎 似乎是不愿意在家面对妈妈 在教完阿玉抓鱼后 阿玲婆却突然急匆匆地朝西山跑去 因为同村的人告诉他 有人在西山看见他那失踪多年的丈夫了 他来到那里看到的却是儿子陈平 此时画面闪烁 电影的色调突然变得冷冽 多年前他的丈夫不肯被母亲上山 然后就离家处走咬不音信 但此时陈平告诉了他真相 一件被埋葬的往事 那我曾经飛到小五时 我把竹子和熊打开 我把竹子杀中的犯人 我打开 竹子 我把病去弄了 我把他把神给了 我把神给了 我把你搞了 我们把你打开 我把你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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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后 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悲愤 当初丈夫的软弱让他蒙羞 他只觉得是山神借助陈平的手杀了丈夫 所以他没有责怪陈平 也让陈平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村里人 当天晚上 曾经上过山的村民来给阿灵婆送行 这也是村里的习俗 这些人要交代上山的注意事项 有山离村子很远 去那里要步行十多个小时 上山是母子之间不能说话 而且儿子返城时一定不能回头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儿子心忍 防止老人贪生怕死 散会后 一个老人偷偷告诉陈平 如果没有力气背着母亲爬上山顶 可以在一个叫弃鼓的地方停下来 老人说得遮遮掩掩 陈平也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回家后阿灵婆收拾着自己的衣物 他要把这些衣服留下来给家里人穿 这时屋外响起敲门声 是同村一个和他同岁的阿又公 阿又公也是要在今年上山 但是他不想死 所以总是躲在山里 他的儿子为了防止他逃跑 会用绳子把他绑起来 阿灵婆劝了很久 阿又公才不甘心地被儿子背回去 在当晚的深夜 阿灵婆要前往友山了 阿灵婆穿着白衣 让陈平背着他朝离家很远的友山走去 陈平走得很慢 刚离开村子 陈平会慢慢朝家的方向看 阿灵婆知道陈平是在拖世间 所以会轻轻拍他的肩膀催他赶紧走 陈平走过沿山的小路 走过杂草丛生的密林 少年时的他不理解 为什么当初父亲迟迟不肯被奶奶上山 只有真正的亲身经历 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 直到现在他亲自背着母亲上山 他才慢慢体会到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前往友山的路崎岖不平 陈平也被树枝扎破了脚 阿灵婆会撕下裤腿的布 让陈平包扎伤口 期间陈平会停下来休息 也会在山壁前取水 但取完水后他回头 却发现母亲不见了 他在周围寻找着 想着或许母亲是因为怕死逃到了家中 他仿佛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窃喜的表情 但当他回到取水的地方时 却又发现母亲正坐在那里 他和母亲四目相对 而母亲只是拿出木板 示意他继续上路 走了很久之后 陈平和阿灵婆渐渐接近了山点 路面没有了杂草 取而代之的是松动的沙土 终点越来越近 陈平似乎忘记了不能开口说话的规矩 我然后再去 不是 khiedo 我的大 마 ход 老叔 有几百年 龙门 估惑 有几百日 你 我 他平时沉默稳重 此时却突然说了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 阿灵婆只是默默听着 然后催促陈平继续上路 终于陈平到达了终点 那是村民们口中说的供奉山神的地方 他抬头望去眼前的一幕触目惊心 山部里满是惨白的海骨 那是世世代代被送到这里的老人 阿灵婆选了一个骨头少的地方 让陈平在这里停下 但陈平只是呆呆地站着 不肯放母亲下来 直到母亲摇木板催促 他才缓缓挪动脚步 母亲在空地上铺下草戏坐下 陈平拿出了一包食物 他把食物往前递了好几次 但母亲都没有说 被母亲扶起来时 陈平的眼角已经有了泪水 母亲摸着他的手 以做最后的告别 他终于没忍住 抱着母亲哭了起来 母亲哭了起来 母亲哭了起来 他此刻遵守了村里的规矩 反正是没有回头看 所以他没有看到 身后的母亲 也无声地流出了眼泪 回家的路上 陈平看见阿又公的儿子 也在送付起上山 但阿又公的儿子 没有进山谷 而是在这里停了下来 陈平这时才想起来 昨天晚上老人所说的 气骨就是这个悬崖 他这才明白 葬身在这个悬崖的老人 或许要比山上更多 就在他失神时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他呆呆地看着漫天飞雪 然后不顾村子的规矩 朝母亲所在的山谷跑去 村里的老人曾说过 如果上山时下雪 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上山的老人 会得到山神的庇护 也能在死后享福 小姐 雪が降ってきたよ 小姐 寒いだろうな 媽媽 雪が降って 運がいいな 山へ行く日に 媽 本当に雪が降っただな 沉平回到家時已經是晚上 而家裡仍就是一切如常 只不過 他的兒子加沙姬又帶回來一個女人 和阿松一樣 女人此時也懷了加沙姬的孩子 他看向廚房 看見妻子阿玉已經穿上了母親的衣服 他有些悵然 想著或許25年之後 加沙姬也會像今天那樣背著自己上山 在那時 他是平靜地在山谷等死呢 還是被加沙姬從懸崖上推下去呢 他不知道答案 他所能做的 只有活著等著那一刻的到來 在很早很早之前 人或許就是雙腳直立行走的動物 人類像動物一樣繁衍 像動物一樣生存 動物的生存需要食物 但生產力低下的時代裡食物並不充足 所以在生存面前 任何的道德標準都會被無限地降低 電影友山解考展現的或許不是歷史 但卻是一首残酷的人性杯葛 人性或許是獸性和神性的結合 也或許是獸性偶爾返發出的神性 不管他是什麼 我在這部電影裡找不到他的蹤跡 或許只有在陳平和母親分別的那一刻 人性的微光才稍縱即逝地閃爍了一下 遺憾的是 他也僅僅只是閃爍了一下而已 所以關於電影